可愿随我一同前往啊 真的 能听夫子讲学 这可是后世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谢子贡先生 请 夫子 这位是我新认识的朋友 晚辈萨北宁 是来自两千多年之后的一个读书人 特来拜见夫子和诸位先生 两千多年以后 是的 那是什么光景啊 那是一个人人可以读书的时代 人人可以读书 人人可以读书 那是我向往的 你们读什么书啊 我再读论语 论语 夫子和诸位先生的言行以及思想 在后世集合成为一部典籍 称为论语 论语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啊 我们从小就读 那你从论语里读出了什么 读到了人生追求 人以为己任 修己安人安百姓 我们还读到了中述之道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打而打人 做到推己 及人 这些都是夫子 教导我的我 后人 还有吗 我们读论语 还读到了如何为人 为人应当孝替忠信 温良 功俭让 好 你读得太好了 夫子 您追求的大道 传下去了 是啊 君储幽道 不幽贫 现在啊 我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 下君 可否让夫子和诸位同门 一起看一看 这论语在后世的流传呢 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 夫子 诸位 请 夫子及诸位的思想学说 在后世被称为如雪 影响深远 名为贵 设计 赐之 君为卿 名贵 君卿 说得好 此人名叫孟科 后世 尊他为孟子 他传承如雪 并将其 发扬光大 生 亦我所欲也 亦 亦我所欲也 二者 不可得奸 舍生 而取义者也 我说过 杀身成人 他说 舍生 而取义 好啊 论语注 要在世上 长久流传 解释其意 应与识 写行 不强作结论 留给后世 解读评说 此人名叫正玄 是在明 六百多年之后的汉朝儒生 他为论语的内容 做了注解 方便世人的学习 与识写行 做学问 应该是这样 我以民为本 设计 亦为民而立 国家以黎民为根本 也是为黎民而设立 说得好啊 他是谁 这是在明 一千六百多年之后的 儒学重要传承人 声于南宋 叫朱熹 他用了将近四十年时间 为儒家经典做注 其中就有 论语集注 天不生重泥 万古如常夜 朱熹对夫子 极为雅 过语 过语 在后世 读论语的人 还不仅仅是华夏子孙 您看这位 我在东方著作中 找到一位智智 他在两千多年前 便教到人们 如何幸福的生活 他是谁 什么人 此人名叫福尔泰 是在您两千多年之后 法国的一个著名的 启蒙思想家 论语的思想 启发了福尔泰 论语中的极所不语 不是有人 应该成为所有人的自由民 极所不语 勿施于人 这个思想在十八世纪末 还曾被写进法国的人权宣言 但是论语 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远不止于此 论语的思想 传到了朝鲜 韩国 日本 越南 俄罗斯 美国 英国 德国 等很多的国家 据不完全估计 到目前为止 论语在全世界 有四十多种语言的译本 在二零一九年 法国 把他们在一六八八年 出版的首部 论语导读的法文版原著 作为国礼 送给了中国 您和您的学生 当年周游列国 现在论语 带着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智慧 周游世界了 这次没有想到啊 论语 影响了那么多人的 正如夫子所言 德不孤 德不孤 必有灵 德不孤 必有灵 感谢撒尽 让我 遇到这些 这是我们后世读书人的荣幸 永远 哎呀 终游 你们要是在 该多好啊 夫子他 一直对子元兄 和子命兄 有着位置 我经常在想 如果我们可以回到 刚刚拜夫子为师的时候 回到年轻的时候 那该多好啊 为师啊 我年轻 你们更年轻 弟子 拜见夫子 父子 虚而时席之 不依悦 有朋自远方来 不依乐乎 认识一下 在下言回 自此冤 此冤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 君子乎 在下 众游 自 子路 自怒 三人行 必有 我 诗言 三人行 必有 我 诗言 从今日起 我们就 一起学习吧 请尽 请封 夫子 教会 今日有几句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弟子 请尽 请尽 学而时席之 不依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依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义 君子乎 学而时席之 不依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依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依君子乎 学而时席之 不依乐乎 学而时席之 不依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依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依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依君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依君子乎 学而时席之 不依乐乎 学而时席之 不依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依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依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依君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依君子乎 不依君子乎 有朋自私 人不知而不辞 未永远 你真大的